今天的新闻你赶得出来就是赶得出来 你赶不出来明天也不需要再播 因为已经变成旧闻了 有些电视记者是以合约的方式去聘请的 也就是自contract的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远 我只能想说是能走多远我就会走多远 我们都是在做工吗 我们都不是在做慈善 所以我觉得薪水这一方面是非常赤裸裸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丽婷 那么我现在就是从事电视新闻的行业 也就是从2018年8月15号开始 直到现在2020年3月28号 然后数一数也有接近两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一段日子就有不少朋友 亲戚就想要知道 其实电视新闻是一个怎样的行业 那么平时你们的工作模式 或者在执行一些任务的时候 是不是有遇到什么困难 那么今天呢 我就打算拍摄这个视频 来一一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么我们事不宜迟 我们就进入第一道问题 那么第一道问题呢 就是支持你做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不要给我关枪的回答哦 OK好 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其实我从中四开始 直到中六我都是理科生 那么中四中五的时候我就会学习理科 那么来到中六我们就必须要从生物啊 还有物理学一个 然后我那时候是选择了物理 然后我想要坦白的就是 我不会跟你讲说其实理科很容易 或者是文科很容易之类的这样的话 我讲说只要你有付出你有努力 其实老天是不会辜负你的 所以在读这个理科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自认自己是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的 然后可是呢我在这个整个读书的过程的时候 我就觉得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想要每天在毕业过后 就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工程师的生活 或者是去工作的时候需要面对一大堆的机器 然后解决那些机器故障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中五的那一年 从五的那一年我就觉得我想要从事记者 虽然大家可能就有一种概念就讲说 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 其实这个说法是错的哦 我觉得当记者你是要具备很多样的知识 无论是你政治啊财经啊 然后那些人文科学你都要略懂一些 如果你不懂的话 当受访者跟你解释更深入的解释的话 或许你就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或者你就会被他带着游花园 那OK回到这个问题 知识你做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那我想要说的就是 我在读理科过后我就STBM 考完STBM过后 我成绩也是不错的成绩 就是我拿到了三科A 那我就拿着这个成绩 就跟我的家人讲说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不想要再继续修读理科 我想要读大宗传播系可以吗 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我妈妈就没有反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相信如果在别的家庭 可能当孩子读了这么多年的理科 然后成绩也不错 然后突然就是跟父母讲说 我想要去从事文科的这个行业 例如舞蹈啊传播啊电影行业啊当导演啊 可能有一些家庭有一些父母就会反对 所以我很庆幸的就是我在我的家庭 是没有反对我从事这个大宗传播的行业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支持我去读 然后我就拿了这个成绩就进入了理科大学的大宗传播 所以支持我的动力呢 我觉得就是当初我自己的勇气 还有父母的信任 所以在接下来就是在从事了这个记者行业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 而且那个时候父母也有给我信任 也有给我鼓励 所以我必须要对得起当初的自己的决定 不要这么容易放弃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其中一个支持我 为什么让我坚持下去当这个电视记者的理由吧 然后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其实如果你当了记者的话 你每天都可以接触不一样的人事物 就好像当初为什么我不要选择继续留在理科的这个原因 我们可以每天出去采访 我们可以见到很多政治人物 我们可以时刻的掌握当天发生什么新闻 然后新闻是活的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如果你是工程师 可能你今天的这个project还没有做完 你就需要延迟到隔天啊 或者明天 可是电视记者不是这样子的 今天的新闻你赶得出来 就是赶得出来 你赶不出来 明天也不需要再播 因为已经变成旧闻了 所以这个是我喜欢的生活模式 OK好 那第二大问题呢 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最重要 加油 要注意安全哦 OK好 现在是2020年3月28号 然后也是正值新冠肺炎疫情 在我国蔓延的时期 那么前线人员呢 包括了媒体警察 医护人员都必须要坚守在各自的岗位 所以就有不少朋友啊 家人就会担心 其实你在这段时间出去采访的时候 然后必须要做好防疫措施 当中就有包括了戴口罩啊 好像我们在这段期间 因为刚刚政府就实行了 这个全国管制措施 那我们就去需要上街去接访一些民众 他们的意见关于这个措施是什么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访他们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们曾经到访什么国家 他们是不是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带军者 所以在这些防疫的措施呢 我们需要做足的 虽然比起前线的医疗人员 我们不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可是小风险呢 其实也是难免的 所以非常谢谢这位朋友 OK第三个 转行的话会做什么行业 其实我之前呢 是一个幼教的老师 我也做了part time 也有四五年是幼教的老师 所以如果今天我没有从事电视新闻 或者是以后我转行的话 我想要当什么样的这个 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我觉得应该是从事幼教工作者吧 或者是自己开一个补习中心 因为毕竟我觉得我是非常喜欢小孩子 然后我觉得如果以后有能力的话 可以开一个幼教中心 那以后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嘛 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 跟别人的孩子一起长大一起成长 我觉得那个是很宝贵 也很好的一个回忆 薪水其实不少 赚多少钱薪水高吗 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工嘛 我们都不是在做慈善 所以我觉得薪水这一方面呢 是非常赤裸裸的 我只能跟大家讲说 好的事情是什么啊 其实就当电视新闻记者呢 你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多很多人 就是因为我们电视新闻记者 我们是没有局限在 你要采访什么样的新闻 所以我们都会有 都会有接触到经济 财经 政治 所以在这一段采访的时候呢 我们是会有认识到政治人物啊 那其实我们是有机会近距离的这个 跟政治人物啊 谈论一些事情啊 然后跟一些商人啊 然后一些经济学家 一些经济专家去讨论 然后去专访 我觉得那个过程呢 是让你可以收获很多 不一样的知识 和其他的领域不同的事情就是 其实电视新闻呢 这一块呢 其实你进步 你退步 你表现好 你表现不好 大家都看在眼里 然后你有继续 你的呈现方式啊 你要做stand up的方式啊 如果有进步的话 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它不像其他的行业 嗯 我有进步 就是我这个公司 我这个department的人知道不好 其实不是的哦 电视新闻 如果你有进步 你有讲错东西 你有退步 其实是可能观众 全国的观众都会一起 有目共睹的 每一个行业都不容易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付出 每一个人都能在做更好的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各自的行业进步 然后在各自的行业发光发热 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 如果以后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想要当我的同事 一起来到了这个热锅里面 就让你在影片的地方留言吧 然后我就会马上回复你 只要我不再是感性闻 我就会马上回复你哦 加油 希望你成为我的同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